大家好 我是Peter 然後這個主要是之前1月的時候的一個討論 其實是12月的時候有個討論 所以其實已經有點久 然後因為這個討論是在12月的大松之後 所以就是感覺其實也可以來討論一下 就是一個設定自己的一個方式 就是在12月初的時候 那個數二位叫行動計劃 數二位叫協會 就是大家可能有聽過 就是他們原本是有一個叫郭嘉佑的他們的領事長 然後他們在幫克索窩就是做網域的議題 因為他們克索窩已經是沒有網域的 所以他們後來就發現說其實 在數位的世界裡面其實也是可以用公民的力量去發展 就是外交的一些行動 所以他們後來就成立了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協會 然後他們其實有成在烏克蘭的爆發戰爭之後 他們其實有成立一些研究小組 研究相關的一些就是戰爭啊 然後公民如何動員的一個部分 那他們後來就在12月初的時候 12月初的時候跟我聯繫 因為之前他們有跟教育部聯繫的關係 所以剛好有這樣低層關係 然後我就把它提到社群 然後提到九州人去做討論 那後來就是在12月18號有開一個會議 然後有我跟哈爸還有那個TIFF 還有就是數位在社會的亞洲跟嘉佑一起參加 那我們目前討論的點可以在共筆上做參考 然後這通共筆其實也可以在 就是G0V HackMD的網頁上找到 然後其實最重要一點是就是他們想要跟我們合作 然後開設一個課程 然後因為這個課程是有募資的 所以就是合作的方式什麼的其實都還沒有敲定 所以最後的話在募資上線之前 其實我們的就是G0V社群這邊是沒有表態就是要參加的 然後我就想說剛好G0V21號的大宋就可以把它提到在這邊討論 所以當然因為後面有一些討論 包含像是Cofag有提到說就是他們其實對於這方面的研究是有興趣的 包含說如何對於就是事實查核者的參與跟合作是有興趣的 然後同時就是像哈爸有提到說他希望就是可以分享一些 可以口感暫時平暫轉換的一些資訊的一些東西 所以就是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可以值得來討論的 然後我覺得可以討論的方向有兩點 第一個是關於課程內容的部分 就是我們課程內容可以設計什麼樣的一個課程內容 然後因為目前募資已經上線了 所以可以怎麼樣跟就是數位外交企劃做合作 譬如說就是像Cofag好像說要推出一些課程 那或者是哈爸想要推出一些專項的內容 那這些東西就會直接跟數位外交協會他們做結合 那另外一個是就是這個治理的方式 就是譬如說像是G&B社群如果跟外部單位合作 譬如說像是數位外交協會的合作形式的話 那這些合作的方式呢 就是要怎麼樣去做一個降管比較好的一個治理模式 我覺得是可以討論的 尤其是像這一次剛好體現了一個蠻好的一個 就是看到了一個蠻好的方向就是 因為剛好是在大總結束之後提議的一個合作邀請 所以如果要進行社群治理的話 就沒有辦法利用大總這樣子的一個大家聚會的場合來進行討論 那所以就變成是要 就是又下個好的模式這樣子 然後需要的人就是要坑主 因為我今天要去參加一個主持 就是主持那個專業復法競賽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可以幫忙HOST這個東西 那我可能會抓緊機會來 就是定義一下相關的進度這樣子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好 下一個請責委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我們 Aunty 下一個老探 transparency